球從軌道滑落 看準時機揮拍才算過關 羽毛球連打三下不落地 看似簡單 實際下場體驗才知道難處 一年一度的銅萬鈴社節 日前在百林國小舉辦 儘管天空下著細雨 但大小朋友活力不減熱情參與 目的其實很簡單 我們就希望就是說 小孩子拋開3C產品 然後祖孫三代 然後大家一起到這個活動 來體驗一下 以前阿公阿嬤 這個以前小朋友所玩的一些童丸 百林國小學生家長會 結合士林福中禮辦公室 號召在地多所學校企業團體 舉辦第四屆童丸鈴社節活動 規模一屆比一屆盛大 攤位數也成長到70個以上 每一年我們就結合社區的單位 一起來發想 那我們希望能夠達到資源共享的 一個目的 然後也能夠再把結合鄰近的小學 還有社區一起來慶祝兒童節 好不容易等到疫情趨緩 邁入第四屆的童丸鈴社節活動 提供各式各樣古早味的童丸遊戲 就是希望讓孩子們遠離3C產品 體驗家長不一樣的童丸遊戲 記者游詢亭台北採訪報導